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翔 叶翔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想离开但离不开 还是只能走到这里 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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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不 你活过来 你活过来 你不要那么半死不活的 叶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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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追魂夺魄的叶翔吗 这是从不失手的叶翔吗 这是我们四个人的老大叶翔吗 曾几何时 锋利有如宝剑出鞘的杀手 竟然成了废人 闭嘴 你这样不死不活地赖在这里干什么 你要让高姐伤心到什么时候 你给我闭嘴 孟星魂 叶翔死了也轮不到你做老大 杀不了别人 杀自己的能耐总还有吧 拿去 捡要命的地方看 你曾经是最好的杀手 又快又舒服的死法 你比谁都懂 拿去 拿去 去死 去死啊你 孟星魂 你活腻了 要开 出场 没有买家也没人付银子 你们两个打给谁看呢 您要早肯教我流星剑法 我会输给他 这会儿说什么风凉话 我教小孟无影刀法了 您就是偏心叶祥跟小孟 行 我给你剑谱 三个月之内你要是伤不了小孟 我就攒了你 高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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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生我气了 高姐 高姐 帅哥 你不该是什么 帅哥 帅哥 你不敢是不小的 也不敢说 你不敢说 感谢观看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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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让你救她了 我好多了 我吕香川的妻子不好当 以后 要辛苦你了 相公言重了 以后我都抑着你的意思过日子 我会安守本分的 不会让你为难 谢谢 这是我多年的积蓄 全都交给你 以后 你想要什么 想买什么 尽可做主 不 我不缺 我平日很忙 也许好几天都不会回房 就像今晚 我还要去议事 你家里一个很忙的丈夫 我还没有 我还未来 我inä 有疯了 我还不等 我还未来 有疯了 我来 我还未来 要想切 我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是我成亲的大喜日子 你怎么穿得这么寒酸 这换件喜气点的衣服来 喜气的衣服才应景嘛 恭喜你 成家之后就该立业了 说得好 成家立业 你说 小蝶要是知道了他父亲为我安排了亲事 他会不会气坏啊 会不会后悔啊 他一定会后悔 他一定要后悔 他一定要后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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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姐 你为什么不回房呢 会动着的 回房吧 李宗盛 小姐 怎么了 草儿 草儿 小姐不舒服 小姐 小姐 你们闻到了吗 是啊 始终只有我知道 粉和 你知道我很孤单 对吗 谢谢你来陪我 我只有你一个朋友 却连面都没见过 那又如何 我永远 永远记得你的气味 小姐 我们回屋吧 小姐 起码的警觉你都没有了 给绿祥川知道你在这里 不止你活不了 蝶姑娘要跟着给你电杯 绿祥川为什么不娶她 她娶了别人 她为什么要这么对待 她不是老伯的女儿吗 因为你死了 老伯才肯让蝶姑娘活着 如果死人还了魂 你 我蝶姑娘 都得死 那我走 她以后还能活 我不保证她活着 这是你最后一次站在这里 咱们 你 小姐 你哪里不舒服啊 肚子痛是不是 该不贵是要生了吧 这 这怎么办呢 我就叫大夫合成 我叫大夫合成 我叫大夫合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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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了吗 江湖真平静了那么久 是少了吗 从谁开始呢 他的老乡 凝聚 晚辈 那就人多些更热闹 放开我 放开我 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啊 娟儿 娟儿啊 你怎么了 娟儿 娟儿 来 请 可是人陪我五十两银子 这五十两银子就是一百个五十两银子也换不回 也换不回他的医生啊 这事啊 只有您能给我做住啊 起来 起来说话 起来 起来说 你的女儿 你的女儿就是我自己的女儿 谁也不能欺负我们的女儿 别急 我会让最好的大夫陪你回去 我一定会还你一个漂亮的女儿 谢谢 谢谢 江峰江平是十二非彭邦陆彭堂的弟子 一般人不知道您跟张老先生的关系 我和张德复的关系 王府 老公 你说说我和张德复是什么关系啊 他跟您是邻居 自小一起长大 跟着您从关外来到江南 与您情同手足 知道了吧 跟我一起从关外进来的一共有几十个人 王府的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但不像是羽毛 是老板今天想玩什么 今天来就是想看看高姑娘想赌些什么 黄山太清贯的关云剑谱 关云剑谱失传多年 几辈师祖都没能找到 你们找到了 不过不要太兴奋了 我只有剑谱没有心法 所以呢 我的药价不会太高 你不该来这儿的 你不该来这儿的 是您说的 孙福已经不管这里了 我还闷得慌 想找老钱 毒量吧 老钱在弟子房 老钱在弟子房 高姐 刚刚走的那三个人透着好强的剑气 他们是你新收的杀手 我有你们四个就足够了 大哥 我们去哪打猎啊 大哥 上次啊 我只打了一只兔子 小心点 让庄里面发现 要是舅舅知道我们通着打猎 准备我们四个人一锅端了 大哥 着火了 火 大哥 着火了 快 走 快 快 快点 起来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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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人怎么样了 一家大少全没了 这是谁干的 这是救救自己的灵花银枪 救救啊 大哥 先出去再说大哥 是啊 大哥不行啊 快走 大哥 你救了大哥 你救了 Wise 走 大哥 走 快走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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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快走 大哥 快走啊 大哥 练头来不及了 走啊 大哥 走 快走啊 大哥 快走 大哥 先出去再说 大哥 走 先走 走 大哥 黄山山有三位前辈来了 你舅父家的冤屈 有人做主了 三位前辈 你们好大的胆子 你们四个混账 自称什么四勇士 一笑胡作非为 可是怎么也想不到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杀人放火 三位前辈 这不是我们做的 住口 我们亲眼所见 还敢抵赖 黄山山有 替天行道 对呢 这是是我一个人干的 大哥 这三个人没关系 大哥 大哥 这三个人在这出现 绝非偶然 也没人能替我们辩解 请问别人他们一锅端了 一个都不放走 杀 快走 跟走 来 站住 这种火势他跑不了 正在这儿等 我看过了 前面有六十三个人 后面十五个 七十八个 山中的人全在 铁掌刚没有死 山庄无礼之地 我们都搜遍了 以他的伤势 不可能离开这个范围 这个人绝对活不成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假设性的结果 我不能结账 你想赖账 铁掌刚曾经为了 我狩猎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三天足够他投奔孙府了 所以 告了他 铁掌刚如果活着 一定会去找孙进 你们要在他进孙府前了事 你就可以拿到这半半 不 然后 你要给我 他们в мед 就选こ去 你 明景山庄就在飞鹏堡的背后 距离这么近 山庄整个被烧光 死了七八十条人 可万鹏王居然没有一点动静 这事挺怪的 明景山庄和飞鹏堡分占一个山头 明景山庄对万鹏王二爷 既是前门也是后门 要强血 又怕落人口实 多年来一直欲得不能 现在四永世替他动了手 他郑重下怀 没有动静就是最好的动静 你认为这四个人是万鹏王派来的 是 就为了一个庄子 就算不是万鹏王本人 也跟十二非鹏帮脱不了干系 相传 让你观察了几年 你对万鹏王的了解并没有什么长进 赵伟这个人孤名调狱自认出身不凡 这等明着杀人放火的事情他是不会干的 赵伟 万鹏王的本名叫赵伟 我一直以为他姓万 当年他创建了大鹏帮 日益扩大 帮重于万 堂口十二 成就了现在的十二非鹏帮 大家就尊他为万鹏王 所以他的本名本性 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 你说他自认出身不凡吗 他是什么出身 赵姓 是皇族的姓氏 若万鹏王和明锦山庄的事件无关 那这件事 确实偷着怪异 没什么呀 走吧 进进 好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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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回让你来这儿 我都会后悔 哎 为什么 怕老爷知道了 会为难你 你个傻丫头 你不要笑了 好好好 不笑不笑 老爷对下人丫头一向严厉 你是镇院镖局的少局主 而我呢 只是飞鹏堡里一个背下的丫鬟 不 奶奶 等咱们成亲了 你就不再是丫鬟了 而是少局主夫人了 能吗 老爷会放过我吗 他对下人丫头一向严厉的 要是他知道我们背着他来往的话 嗨 哎 人家堂堂一个十二飞鹏帮的帮主啊 哪会那么小气啊 他要是真来了 我正好当面上的提亲呢 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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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在你主老刀儿子的份上 这次饶了你 这次饶了你 惹下次五马分尸 小五 小五 儿啊 来 儿啊 你赶快喝药啊 来喝药 喝药就好了啊 你要喝药啊 命都快没了 还想着那丫头啊 你 喝药 你 你 你 这个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没了他 我还有什么盼头啊 婉鹏王那日我已经去过了 我不能再去第二次了 否则代代他就没命了 如果没有了代代 我那傻儿子 肯定是要跟着去了 老波 你要救救小五啊 我老道回去告诉你那傻儿子 乖乖吃药好生歇着 等着娶媳妇吧 那那就谢谢您了 算了 你 不 driver 算了 Chu gamb제를 去 扶者 把手 肩 快 进 到 3 Hoe 住手 谁敢在孙府撒野 孙 孙剑 成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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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把你弄成这样 不用怕 在孙府 谁也不能动你一根汗毛 不敢说这句话 这个人杀人放火 泯灭人性 七十八条人命尽在他手里 其中还包括了他的亲舅舅 人人得而助之 放屁 听见了吗 他说你们放屁 放肆 跟谁说话呢 成羹是我的朋友 你们谁也休想把他从我这带走 叫你父亲孙玉伯出来 我们跟他说话 我父亲出来也是一样 混账 你父亲当着面也不敢对我们如此无礼 他的父亲 比他更无礼 你又是谁 孙玉伯 就问老伯做事素来公道 今日怎会包庇凶手 就算他是凶手 是不是也得等他伤好了以后 问问话再来一处 现在就来杀他 是不是早了点 四永世杀人放火 我们黄山三友亲眼所见 还会有假 在这里 黄山三友跟四永世都同样 有权力说话 你们的话已经说完了 现在我想听听他怎么说 他们才是凶手 我有证据 所以他们才要杀我灭口 证据在哪里 一个人 你 你 我 哪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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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ek 你 谁不尊重老伯 谁就得死 谁不尊重老伯 词曲 李宗盛 你如睡的那容颜 摇摇晃晃 像盛开的水帘 大雨滴落在昨天 你挥手的那瞬间 多少爱恋 想要让你看得见 我的爱是一把剑 又为你遮到牵线 只可惜流水 却把它卷入深渊 不知道世界是否 能为我再停留 让我刻下你的命 留下你的温柔 不管风如何变幻 不管雨如何游走 爱的剑 它沉入了水底 永不腐朽 像不太像 们像不太像 并且爱我